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有沒有想過一個拜年短訊竟然能夠幫到警方捉到一個已經潛逃了21年的殺人兇手? 這些拜年短訊我想大家年初一或者年30晚一定會收到不少。 有好多人有鋪癮,喜歡群發短訊有理無理都發了它先, 其實這些我覺得好騷擾, 不過每個人的做法就不同了, 有些可能為了業務需要, 又或者叫做有些禮貌上的事, 就特意群發一下。 就是因為群發的拜年短訊, 警方拉了一個潛逃21年的殺人犯, 在2018年的新年在河南平頂山, 有一個叫張文的玉器商人, 就好像平時那樣發短訊發給他東北老家親戚拜年短訊, 本來好正常的, 但是竟然成為線索。 那這個短訊到底有些什麼奇怪呢? 原來這個短訊第一句寫著, 南河山頂文武相傳, 這樣一聽好像是一些吉祥的話, 但是你再看, 南河山頂? 誰家拜年還會捉人文武相傳? 警方看到, 南河山頂倒轉過來就是河南頂山, 再結合文武相傳, 難道發短訊的人是想暗示自己在河南, 而且名字有個文, 還跟一個叫武的人有關, 而警方就順著這個線索。 真是查到一個叫張文的人, 這個人是住在河南平頂山, 而他是東北人, 是早前才搬到這裏的中美縣。 張文的生日, 竟然和21年前一宗兇殺案的逃犯張若武是一模一樣的。 這些巧合好奇怪, 但是為什麼這個短訊呢? 警方會無故關注呢? 就由1997年說起, 當時手機短訊還未普及, 互聯網亦沒有發達。 這晚, 黃警官結束了自己一天的工作, 一個人走回家, 他習慣性地雙手插袋, 是沒有察覺到, 在路燈照不到的角落那裏, 有雙眼盯著他。 黃警官在白城公安系統做了很多年, 經驗豐富, 是破獲了不少大案, 在當地百姓心中是一個好官, 但是樹大招風, 黃警官也得罪了不少人, 其中一個就是張若武的古惑仔。 原來這個人家境很好, 正常來說, 有好的家庭背景, 應該要好好學習才行, 第二天找回正常工作, 或是考公務員, 或是繼承家業工中要做的。 但是他, 好的不學, 經常跟豬朋狗友一起, 喝酒打架, 聊是生非, 家人都沒辦法了, 講了很多次, 這個人就是不聽, 左以入右以出, 為何會跟黃警官有牙齒印, 還搞到要殺人的地步呢? 這件事就要由他幫豬朋狗友講起, 張若武有個好兄弟, 之前因為打架, 就被黃警官拉進去, 出來之後一直頂著氣, 想要報復, 整天在張若武耳製邊不斷說, 就說黃警官不給他面子, 令到他在兄弟面前沒面子, 希望張若武能幫他出口氣。 張若武這個人本來就囂張, 聽了這番說話好生氣, 當場答應了, 就說你放心, 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去到8月22日晚上, 張若武和幾個朋友喝大了, 在街上走來走去, 又說到這件事, 張若武決定要復首。 這日晚上, 張若武在黃警官回家的必經之路埋伏了, 然後拿著一把刀, 黃警官走到路燈下時, 張若武看準時機一個戰步衝上去, 不斷拼自己手臂便把刀, 向著黃警官的背部一下刺進去, 黃警官還未反應過來, 後面夾痛, 下意識轉身, 就見到張若武一個很猙獰的面孔, 還未等他開口說話暗停或制止他, 第二刀, 第三刀, 一刀一刀插在身上, 黃警官怎樣掙扎, 怎樣反抗也沒用, 他體力不支, 最終躺在一灘血裏面, 見到躺在地下的黃警官, 張若武竟然醒走, 他知道自己闖大禍, 殺人, 他爸爸也保不住, 於是他連夜收拾細軟走了, 第二天早上, 黃警官遇害的消息傳遍整個城市, 現在人人心惶惶, 警方成立專案組去追兇手, 但張若武就好像人間蒸發一樣, 無影無蹤, 就是這樣, 過了21年, 有公安被殺死的案件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案, 21年, 你說他長又不長, 短又不短, 不過科技日新月異, 以前破案主要都是走訪調查, 效率低, 而且容易打草驚蛇, 現在不同了, 互聯網, 大數據, DNA對比, 當年破不到的案, 其實在近年來講由於有了這些技術, 所以在2018年的時候, 有很多的原案都叫做慢慢慢慢破了它, 所以你見到是會有很多案件在這段時間陸陸續續走出來的, 就是因為科技技術強了, 而他們上面就落order要去清這些冤案或者原案, 現在有科技, 有對比, 有DNA, 就算你走到天涯海角, 只要你還在中國, 都能夠找到你出來, 所以2018年吉林警方決定重啟對黃警官遇害案件的調查, 他們今次是落足力, 要將當年這個男人找到出來懲罰他, 他們將當年所有的案件資料找出來一頁一頁, 好仔細地讀, 是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他們就開始用大數據對張若武的社會關係, 進行了一個地毯式排查, 包括親戚、朋友、同事、同學、 甚至乎隔離論社三姑六婆都沒有一個放過, 除此之外, 他們將當年案發現上所採集寶的指紋、DNA 輸入到公安系統的大數據進行對比, 希望能夠找到線索。 第21年, 張若武是沒有露出過半點痕跡, 就在警方一籌莫展的時候, 就有個看落好像很普通的拜年短訊, 就成為破案關鍵。 這個短訊是來自河南平頂山, 一個叫張文的玉石商人。 警方排查張若武的社會關係時發現, 他是有個遠房親戚, 早年去了河南平頂山而且姓張, 警方於是抱著試下的心態調取了姓張的親戚的通話記錄, 結果真是發現到一個可疑短訊。 這個短訊就是我們剛才一開頭所講的, 南河山頂文武雙全, 直此佳節奉送足緣。 於是警方透過技術手段鎖定張文的位置, 對他展開了秘密調查一查果然出問題。 張文是有東北口音的, 是早年才來到平頂山, 而他的生日就和張若武一模一樣, 加上他是做玉石生意的。 和張若武家的情況非常相似, 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一個結論, 張文就是走老好多年的張若武, 可說得上天網恢恢所而不漏。 不過既然鎖定了嫌疑人, 是否可以直接抓, 其實就沒這麼簡單。 這次的追捕行動, 警方要講究天時地利人和。 他為了確保這個抓人的行動萬無一失, 不能再被張若武再次走掉。 因為這個人已經在外面躲了21年, 反偵查能力一定很強。 如果打草驚蛇, 你想再抓他就爛上加難。 而且警方也要考慮捉捉他的地點和時機。 張若武平時做玉石生意, 平時接觸的人都應該多, 如果在抓人過程中發生意外, 後果不堪設想。 警方決定放牆先釣大魚, 他首先是暗中觀察張若武的動向, 去摸清他生活規律, 再找對時機抓人。 那沒多久, 警方發現了一個很好的抓人時機。 當時, 張若武所在的商店街, 就在路面施工。 警方想起, 跟司工部門、 還有交通部門通氣, 以移車的名義, 就將張若武引到一個相對封閉的花壇旁邊。 張若武在這個時候仍然夢在鼓裏, 他不知自己已經一步一步走入警方所設的天羅地網。 當他拍好車一落車, 他也說什麼呢? 埋伏在附近的警察, 全部一擁而上, 將他圍著, 叫他不要動。 突如其來的事, 是令到張若武嚇倒。 他都未反應到發生什麼事, 就已經被警方暗在地上扣上手扣。 而他21年的逃亡生涯, 在這一天, 可以叫得上正式畫下句號。 而張若武面對當年的證據, 可以講得上心理上徹底崩潰。 他是放棄抵抗, 認了所有的罪行, 最終法院就以故意殺人罪, 判張若武死刑。 就是這樣, 一個普普通通的拜年短訊, 就扯出這宗陳鋒那麼多年的命案, 可以講得上天網恢恢疏而不留。 但我們反過來講, 如果他是沒有發這些賀年短訊, 是否他就能夠繼續過他的好生活呢? 因為開了一間玉石鋪做小老闆, 應該的生活是過得不錯的。 其實如果他當年不是說想幫兄弟報仇, 他今時今日都不會被判死刑, 大家說是否?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